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孙中山先生曾说 华侨是革命之母 在推动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 华侨华人发挥出了独有的力量与作用 陈家庚 作为华侨的他 为中国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 家庚精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10月21是陈家庚诞辰的重要日子 众多华侨呼吁将这一天定为华侨日 以此铭记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 而印尼华侨杜成国正是家庚精神的虔诚的传承者 杜成国 祖籍福建泉州 出生于印尼 13岁回国就读于由陈家庚创办的吉美中学 吉美可以说是杜成国的第二个家 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 得到了温暖 而家庚精神与诚意学风也从那时开始伴随着杜成国的成长 六年的吉美生活虽然很短暂 但却让杜成国铭记一生 学生时代的杜成国藏数次偶遇令人尊敬崇拜的陈家庚先生 特别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与陈家庚先生在校园的合影 更被他视为珍宝 用心珍藏 华侨日子诞生的来由 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有56个民族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节日 华侨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 华侨也是一个独立的群体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信仰 比如说宗教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宗教 民族有各种各样的民族 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节假日 唯独华侨是没有一个独立的群体 那么华侨往往都被忽略了 有些困难的时候找不到有领袖 来出来为他们排游解难 考虑到华侨的社会地位问题 没有被重视 所以我提出来 华侨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一个群体 华侨应该有自己的节日 我们在国内外的华侨有六千多万人 而且华侨在历史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 做为国家贡献很大的 无论是国民党时代 还是现在是共产党的时代 我们都希望华侨的地位受到的尊重 毛主席说陈佳根是我们的华侨旗子 是我们的华侨旗子 是民族的光辉 那既然是我们的华侨旗子 民族光辉 他又为我们的抗日战争 为我们的教育事业 做出了那么多的功绩 这样的人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 所以我因为是在陈佳根的学校里 环境里培养长大的 我感人季美 我感人孝祖 所以我要提出来 因为我是被孝祖培养出来的一个人 我应该来报恩 中国自古以来就和海外国家交流甚多 尤其是东南亚一带 中国与之贸易往来更为频繁 文化交流也很丰富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而在近代动乱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一大批中国国民流离失所 被迫离开祖国 辛亥革命时期 华侨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 很多华侨回到祖国 直接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浴血奋战 华侨精神是中华民族 我爸爸五岁的时候 变成了孤儿 他没有父母 没有家庭 没有人 那么他很调皮 但是他要学习 他没有钱 他就到私宿那边去听 忍之出信本山 他一面放牛一面去学习 后来到了十三岁的时候 我的祖父母那些都过世了 那么我爸爸就跟着他原嫁的姐姐 他姐姐十八岁 我爸爸十三岁 就陪嫁到印尼去了 那我爸爸妈妈呢 就在那边呢 生根落地了 我说在季敏小学念过书 在季敏中学念过书 在陈嘉根身边呢 也拍过好多照片 像1956年 新马考察团 高德庚带队来 写记本没有摄影记者 就请我去照相 我就知道这个我做一个摄影记者 是从那边培养出来的 因为环境需要 我才会有这个机会 发挥我的功能 那么华侨呢 在国际上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 和群体 为什么不能冷静起来 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我广大考虑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华侨要跟其他少数民族一样 都要有自己的领袖 要有自己的节日 要有自己的群体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国家那么强大 那么多的人 我们国家一定要有 在对海外华侨受欺凌 受压迫的时候呢 有发生的机会 而且有群体能够为国家 做出更大的贡献 比如说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国家经济不是很好 对不对 是不是要从海外去吃啊 是不是啊 那海外华侨呢 就有机会为国家做出贡献 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今天有今天啊 是跟六千多万的海外华侨的贡献 分不开的 它华侨群体呢 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 它是为我们国家 当作我们国家的一个 一个自助 所以我们国家应该是 对华侨要有给它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没有到现在没有华侨节日呢 那么呢 毛主席既然说陈家根是华侨的旗子 民主的光辉 那么陈家根又是1874年 社业21号生日 我就倡议社里世界华侨人 作为社业17日 21日 12月21日是陈家根的生日 它的意义就提高了华侨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 许许多多国家的人都知道华侨嘛 包括美国的领导人啊 什么人的领导人 都对华侨的在美国的群体都给予地位 说明也重视到了华侨的力量 华侨群体的智慧和他们的能量 因为呢 比如说李嘉诚嘛 他说到全国世界各地都有他的财产嘛 他在国外生活 在国内生活 他算不算华侨华人的群体啊 应该算嘛 霍英东也都在外面呢 都应该算这些群体 不是说只有我们真正的像印度尼西亚这个样子 还是马来西亚的这些才叫华侨啊 只要是到国外 中国人到国外去工作 去在那边生存的那些呢 都是说明是中国的侨民中国的华侨 是这样的理解的 所以我把它扩大化了 考虑到这个问题 因为华侨的力量 一凝集起来啊 他们的威力是很大的 我们国家需要 华侨的社会地位提高了 来使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更加巩固 更加高大 更加高尚 能够踏入摄影世界 并有所成就 跟鸡美的影响不无关系 杜成国回国那年 随身携带了一架 德国造的单镜头照相机 他爱好摄影 这架相机陪伴他 在鸡美中学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 这为他之后成为摄影记者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 杜成国从鸡美中学毕业 考入河北一所大学 四年后一个偶然几回 他进入中国新闻社 当上了一名摄影记者 专门从事对外宣传采访活动 四十年后的今天 他被落实政策 成了中国新闻社的一位退休干部 被邀请参加中国新闻社 创立六十周年庆典活动 并被授予 为中国新闻社工作四十年荣誉证书 我在印尼的时候还是学生 我哥哥呢 在印尼的时候很爱过 他们呢 有 英界毕业的同学呢 一起好朋友啊 就开了一个学生书店 在我家里开了学生书店 那么学生书店呢 我们那个时候得过出来的 那个照相机啊 它是折叠的 折叠呢 那么呢他们 我哥哥他们同学呢 几个人合伙 开了这个学生书店 他们也是拿照相机出来玩 我呢 我呢 调皮呢 也跟着拿那个照相机出来玩 所以就这样呢 培养了我的兴趣 我回国之前呢 我照了好多这些照片 再拿了 把那个相机带到轮船上 坐了 住了十二天的船 我也拿了它 都照了好多箱 那么呢 后来呢 因为季美跟那个厦门呢 没有公路 只有水路 那么呢 有些新闻呢 有些什么东西 领导人来啊 没有记者 那么呢 因此呢 我有记者呢 我有机会呢 去为他们照相 像那个五六年呢 高德根啊 新马考察团啊 好些领导人来啊 有机会的时候 没有记者 就叫我去义武照相 因为义武照相呢 又影响我的学习啊 我也是 学习不好的老师晚上的 又辅导我 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呢 而且呢 我们那个时候要回国啊 很多同学 拿着红旗 我骑 骑坐自行车 大街小巷地唱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就那个 哎呀那个唱 我们刚刚解放嘛 大家都要回国吧 所以呢 我形成了一个爱国的热情 热潮 我们就这样回国了 我也就拿了这个照相机 后来拿了这个照相机 到纪美 纪美因为没有记者站啊 那么又 我又照了好多照片啊 比如说放假的时候 学生联欢啊 花船啊什么 我照了好多 那个路风包呢 就全部给我登出来 樱下贴路呢 从樱潭铺 铺回到厦门 我也拍了那个 再歌再舞的场面 所以呢我从那边 培养了兴趣 直到1990年一次偶然忌讳 杜成国 顶居香港 成为香港一个普通居民 在香港 一切从头来过 唯有打拼才能立足 再次寻找出路 他想到了重草旧义 拿起照相机 在维多利亚公园摆地摊 纬东南亚的女佣们照相 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在人们眼里 杜成国的日常生活 非常节俭 但是在捐赠和帮助他人的时候 却出手大方 2003年 杜成国在听闻母校 吉美中学有困难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将北京的一处房产卖掉 获得款项 捐献给母校吉美中学新校 去建设 在吉美中学93周年校庆之际 杜成国捐款338万元 其后 他又拿出80万元 在吉美校友总会 设立杜成国教育助学基金 另为吉美校友总会会馆 捐资20万元 为吉美医院捐款购车一辆 为吉美报捐款设立新闻基金 多年来 杜成国在吉美捐款总额 超过500万元人民币 我不敢说我自己是陈家根精神的传承者 我只不过是受了陈家根的影响 我是学习他的领导人的高尚的品格 是平易近人的亲和力 他给我们感到 在我们生活在吉美间的环境里 是很自由 空气是团结友爱的 私生之间的关系 又是那么的亲密 我说老师不是父母 生是父母的爱护我们 领导是领导 但是领导对我们这些人 更加的爱护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叶震汉校长 他是广西大学毕业的 他是越南华侨 后来是因为陈家庚 把他从别的地方 调到洁美中学做校长 这个叶震汉校长 我来了 他比我晚来一点 我们华侨乔生小的时候 很调皮 女孩子半夜会哭妈妈 男孩子会打架 那么他考虑看到这些情况 他就组织大学毕业出来的 这些新的老师 刚毕业出来的老师 组织了一个叫做 巧生辅导组 专门来管理这些 我们海外华侨的 那么这个巧生辅导组 晚上的时候要跟我们学生 损宿舍 盖被子 哭了 有出问题 病了 都要送医院 所以关心我们的这些学生 就像父母关心子女一样的 所以我对金美学校感情非常深 因为我曾经为浪委员 我在金美中学 就送到孤狼医院去开导 去手术 那老校长都到医院去看我们 校长都放下架子去看我们 58年大连钢铁的时候 我是开采用机的 古风机的 脱手了 打到头上去 住了医院 校长也到医院来看我们 我讽了三针 四针这样 老师 年轻的老师 没有家属的这些老师 晚上要值班 到各个宿舍去 巧生有的哭了 有的闹了 有的什么事情 丢了东西什么 全都管 所以我说 这些老师 不是父母 甚至父母 这些领导 没有家质 是我们的老师 这些人 对我们那么关心 所以我们离开了母校以后 舍不得金美 舍不得这个环境 因此我们为什么 你看看金美中学有困难 我自己 他们老师来到香港 我也是去接待他们 母校那边有什么困难 我能做到的 我就做到 后来金美中学 要盖楼 资金不够 我就把北京的房子 卖了 就捐给金美中学 所以才有 杜城国楼 杜碧林楼 还有一个 三个楼 是这样的 2018年5月18日 第十八届 中国世纪大裁风 年度人物总结表彰大会 即CCTV电视人物颁奖盛典 在首都北京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演播厅 隆重举行 杜城国受要参加 对他来说 此次参加颁奖典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像他一样 无私奉献祖国的 华侨的肯定 更是一次 弘扬家庚精神的机会 家庚精神早已经 置根于杜城国的心中 就如同当年 在集美读书的时候 所接触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中的 那段经典名言一样 让杜城国铭记于心 我们刚到了集美以后 那个时候集美还没有 什么设备 那个船的码头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案子 那个船一到了以后 要大一个板子才能够上岸的 就是草坪什么东西 没有真正的一个码头 但是呢 我们集美呢 集美中学呢 桥是那么多 没有礼堂 就在草场里面 把那个柱子架起来 就挂在上面的帘子 就在那边翻电影 我们看了苏联的 青年金卫军的电影 宝尔克查经 宝尔克查经 影响了我一生 为什么呢 宝尔克查经 他的电影名字叫做 宝尔 那个时候 那么事实上 他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 宝尔是他的一个主人公 还有一个东宁亚 东宁亚是一个女主角 宝尔很小的时候 也参加革命去了 苏联金卫军的 那么呢 他又后来在战地上 修路嘛 修铁路嘛 就那个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呢 跟他搞对象 后来走了 宝尔呢 因为青年金卫军嘛 又抗战嘛 又死了好多人 他们到坟墓去啊 宝尔就到坟墓去 去平掉这些牺牲的战友 他一面走的时候 话外音就出现了 我信守一生的这个 个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 生命虽我们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降度我的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他并不因为虚度年华而回恨 也不因为过去的路 路无为而修持 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就能这么说 我也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 都现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就是现个祖国 现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就是这个事业 我们服从于国家 爱国爱乡不仅仅是海白华侨的光荣传统 更是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一种天然情怀 无论走到哪里 众多华侨把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 和这片土地紧紧连在一起 它们就像树叶一样 对根有着浓郁的深情 对土地有着深沉的眷恋 杜尘国就像一粒星火 一路波洒着家庚精神的火种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着远远不断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